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要叫骗我 菲菲啊 其实 好了 好了 不要再说了啊 她是不是想起那件事情呢 除了相机以外 她还提到什么没有 没有 她根本说了两句话 就把我的电话给挂了 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啊 我们还是把事实真相告诉她吧 菲菲 你 你们一向是亡不见亡 我以为早就没有联络了 想不到这么快就碰面了 谁啊 你在跟踪你妈是吧 你想干什么 我想过了 我失去了那段记忆 你们要塞什么给我 我都只能照单全收 既然你们要伪造我的记忆 那一定会出来串通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妈 假装我找到相机 是摄影者的一个智慧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好的 我女儿 喂 林飞啊 妈 你怎么可以骗我 你们必须有送到我相机 你为什么要骗我 什么 果然她就立刻约你出来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嘛 什么叫做伪造记忆 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啊 如果不是发生那么严重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抬相机是怎么一回事 到底为什么到现在还要否认那个存在啊 老板 我已经通过远端成功脸上东地财务部的资料库了 接下来只要登入生命书的账号权限 应该就能找到十九年前的财务资料了 嗯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要这样骗我 菲菲 其实 好了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很好想你 你看 你怎么会被你买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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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死我 徐照德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